可以讲往下 告诉他 上帝都话也要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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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开圣经 真言第五章 一至六节 打开圣经 真言第五章 一至六节 上一次的讲道 我告诉你 成功在乎你的生命 今天我来要跟你分享 上一个圣经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提到 成功在乎报告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一个关键 所以成功也在乎 才与你的生命 打开圣经 真言第五章 一至六节 第五章 一至六节 对不起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什么意义台边 我们信主以后呢 主耶稣必定祝福我们的生命 不停地突破 但是呢 弟兄姐妹 在这个突破的当儿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 你的生命呢 能够使你成功 也能够使你失败 我们来看 正言第五章 第一至六节 这里说 我儿啊 要留心 我智慧的话里 彻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抹捏 嘴唇保存知识 因为淫妇的嘴 地下封密 她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虎视阴沉 快如两刃的高 她的脚入死地 她的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路 她的路 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第一楼打扰 那么天父 我感谢赞美你 我求告你的圣灵 开我的究竟的眼睛 开我的究竟的心 开我的究竟的耳朵 好让他们明白生命的意义 好让他们知道 从你里面 怎么样才能够成功 怎么样才能够盟服 谢谢你全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神明去 为什么我说成功在乎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定夺一个人的成败 这里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一些智慧的原因 这里呢 是一个父亲 教导一个儿女 一个成长中的儿女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什么呢 小心生命的问题 那这里就谈到什么 谈到淫妇的嘴 就是小心淫妄的事情 当然这里说的妇人 不是普通的妇人 真的是淫妇 所以能够勾引你 使你跌倒的 然后接着来 这里再说 她的脚步死地 她的脚步踏入阴间 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路 路变迁不丁 自己还不知道 有一种人 他们常常面对生命的问题 苦难 走到哪里 跌到哪里 走到哪里 破到哪里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子 找不到平坦的道路 找不到一个祝福的真命 也在哪里呢 今天我就是要告诉你 今天上帝要祝福我们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改变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呢 如果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继续蒙福 但是如果我们丢了我们的生命的话 我们蒙福呢 也会变成灾窩 所以弟兄姐妹 就是图 你要小心三件事情 大家说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第一件我们来看 第一件 你要使你的生命圣洁 大家说十年生命圣洁 十年生命圣洁 所以你要有圣洁的生命 我们来看段经文 看 一部所书第一章四八节 这里说 念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 在这里呢 保罗在赞礼神 赞礼神是什么话呢 他说 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天上好多的福气 是上帝交给耶稣基督 那若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蒙福 意思说信耶稣的能够改变 好了吗 快点 上帝耶稣的人一定能够蒙福 信耶稣的人一定能够蒙福 然后信耶稣的生命一定能够突破的 信耶稣的生命一定能够得到平安的 为什么呢 再接着来看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接着来保罗来说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上帝从创世以来 还没有这个世界以来 就要给我们 上帝就要给我们好东西 上帝已经决定定议给祂的儿女好东西 那是好东西 好东西 就是祝福我们 就是让我们生命改变 所以让祂捡选我们起来 不是要我们受灾祸的 明白了 上帝捡选祂的儿女不是要受灾祸的 上帝捡选这儿女是要祝福她的 所以你看上帝捡选祂儿女的时候 使祂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你是罪恶的 你是黑暗的 你是忽悔的 你是肮脏的 你的生命是破损的 尽量他捡选你 改变你 用他的保血捷径你 那弟兄姐妹 这里耶稣说 用他的保血捷径我们 说我们 那无有瑕疵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在改变当儿 耶稣祝福你的当儿 如果你的生命不圣洁的话 可能那个祝福变成不是祝福 虽然你的生命改变了 因着你的那个不圣洁 你的罪使你再跌入那个灾害里面 如果你在开始进入耶稣里面的时候 开始幸福的时候 你就更要追求圣洁 特别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你在要起步 要冲的时候 你在 你在 这个 在面对着 开始初步的发展 你的事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更要做一件事情的 圣洁 圣洁 为什么呢 那我们基督徒呢 相信咒诅 其实他其他宗教都相信了 其他宗教可能叫切 减 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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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们相信这个是罪的咒诅 那对不起 这个罪的咒诅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所以呢 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面对咒诅的话 你就会产生灾祸 你的生命如果面对咒诅的话 你的生命呢 就产生贫穷 你的生命如果面对咒诅的话 你的生命就产生病痛 你的生命如果面对咒诅的话 你的生命就产生家庭问题 你的生命面对咒诅的话 你就会产生死亡 这些都是咒诅 那但是我们信耶稣过来 耶稣保血遮盖我们 已经破除了我们生命的咒诅 这个破除啊 这个破除啊 的意思呢 是告诉你说 耶稣保血遮盖我们 但是那个是咒诅来的 他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生命里面 一直不断的等的机会 攻破你的生命 再次发生 但是我们怎么样胜过呢 就是保守自己圣洁 不要再犯内一个罪 我不知道你的咒诅是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生命的破口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个破口 大家说破口 破口 什么是破口呢 就是死你跌倒 死你败坏 甚至死你面对灾祸死亡的那一破口 这个破口是什么呢 有一些人因着你的跌倒 他永远都是因着你的跌倒 有一些人因着钱财而跌倒 就是因着钱财而跌倒 有一些人因着赌博而跌倒 他有民族被一家人 一世人被东国担当 他死在中国的时候 有一些毒品跌倒 一生人受被大毒品仲主着 happening 而他是他的整个破口 我告诉你 我 我是被赌害的 我曾经烦赌鬼 现在 而是很喜欢赌 我成为了牧师 我改变 我改变第十二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成为牧师 做了牧师第十二年的时候 对 第十二年 然后我的 太太在大肚子的时候 我带我两个儿子 我带他去修讲 在营顶 这个 营顶 修讲 带孩子去厅房 那一晚上 我记得我不能睡觉 我下来走走 因为是二十小时的 当我走过那个赌场的时候 我脚步突然间停下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间停下来 停好 好像有一股吸力 要把我吸进气这样子 突然间 有人跟我说话 真的是很可怕 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 记得很清楚 很小声 这句话是这样子吗 你的会有不可能来这边的 明白他意思吗 明白吗 就是叫我进去啦 我会有不在里面的 我听了这句话之后 我心里跳得很厉害 真的厉害 那种怕的感觉啊 跳得很厉害 我跑啊 我跑上去 跟我太太讲 但明天我们要回去 从今天开始 就是到楼檐 我会踏进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有鬼 哈哈哈哈 有毒鬼在里面 真的 然后这个毒鬼呢 跟我的破口很对感 哈哈 明白吗 很对感 这个是我里面的 黑暗来的明白吗 盖过了 不过这个破口啊 虽然古了 但是那个皮啊 那个肤炎是很薄的 这个破口啊 几时能够进 几时能够破的 意思说我到了十年 我以为没有事情 以为什么都没有 我竟然还有那个影在那边啦 做了故事十二年啦 还有那个影在那边啦 可怕嘛 因为我曾经被读 红榜就很厉害了 我是赌到光 赌到倒那种 是一种病态的 挺害的 早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跟一个同工谈话 就是谈起一个牧师 那个牧师已经 做牧师比我更久了 OK 然后我这个牧师呢 是以前吸毒的 他讲一句话 他说毒品 只能够改85% 我就是这样子 我天哪 为什么要这样子 原来他说 有时我软卧的时候 我还能够想那个毒品 可怕 会不会他自己承认 所以他在 他在努力 他在追着 他在保守着自己 所以他在警惕 为什么他不说100%呢 很简单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 他知道自己的破口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的破口在哪里 所以他堵住这个破口 那对不起 今天我不知道你的 你的问题在哪里 可能你因着女人 男人的关系而倒 你呢 赢得赌 赢得钱财 赢得自私 赢得骄傲 赢得 赢得罕络 可能是因着妒忌 可能是因着家庭 离婚 曾经离过婚 这些 如果你曾经离过婚的话 你就要保守你的家庭 使你的家庭 避免再一次发生 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你的家庭 那个前一代 有离婚的问题 你就知道你是牵着 牵你这个咒诅的 如果你的家一代 是比不穷破产的 你就知道 你是牵你这个咒诅的 如果你的生命是毒品的问题 你知道你跟毒品 永远不可以有来往的 甚至是 酒的东西 可能烟的东西 你也不可以动的 你一动就死得很难看 那你跟女人的问题呢 你有女人的问题呢 我告诉你 你会一次再 赖得伤的 跌倒因着女人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离开 让你的家保守你 这个叫圣洁生命 你看 弟兄姐妹 今天 你如果要领受祝福 如果你要成功的话 我告诉你 必须走在上帝的道路 上帝的道路里面 因为 只有上帝的道路 能够实力成功 上帝的祝福 如果你觉得说 不要依靠上帝的道路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走你自己的道路 但是今天如果你说你要依靠神 你坐在这里要成为基督徒 你坐在这里要信靠神 这里说 你可能是走投无路的那个 或者你曾经吃过好多条路的那个 为什么今天你不尝试主的道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那弟兄姐妹你是蒙福的人 你更要小心 不要让这个赤福离开 不要让你的破口再一次的被攻破 是你落在罪的宗主里面 再一次跌倒 很多基督徒起来了的 但是某一种的事他来到他生命里面了 他生命的破口破了 他再一次跌倒下去 而且比以前更要糟糕 有一些兄姐妹 他曾经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度过了 那 上帝怎样保守我们的保险 你看这个情况 有一个家庭 他有这个离婚的那个破口在那边 他的家庭的宗主里面 都牵引着离婚的事情 到哪个时候呢 有一件事发生 他家里不难地很乱 突然到一个小小的事情 使到他们不再能够妥协 不再能够和好 最后牵制离婚 OK 但是如果这个人信主过后 信主过后他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同样的事情发生 他在家里面对很大的冲突 很大的这个危机 在里面发作起来的时候 不过这个人 差不多要面临自己整个思想 整个脑袋 整个观念都想到离婚的时候 他想到上帝的话 他保守他自己的生命 坚实走在主的话里面 他这个人这样子度过 这个度过后后 后面有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 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是我看到的见证 同样的你的生命也是一样 那个宗主在你生命里面 到了时候它会发生 到了时候有一个女人 会走进你的生命里面 或者你永远就不会让 不要让这个机会发生 不然有一个女人 会走进你的生命里面 或者到了时候呢 有一个情况 让你颠堵的里面 让你情况 让你颠堵的里面 会有的 一直不断的发生 当你不保守你的生命的时候 那有一个例 有一个例 Law 是不能解决的 祷告 我们确定 祷告生命改变事情发生 对不对 但是有一种祷告呢 一定是不会实现 什么祷告呢 就是你这里 把手放进火里面 让它烧着 然后这里你祷告上帝 医治你的手 可以吗 我给你 不能呢 这是一个Law 不能脱陷 所以你要走在上天 到路蒙夫吗 你就保守你圣经 一生追求圣经 不断的圣经 就会看到你的生命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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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提升 不然的话呢 当你领受祝福过后 只是短暂的一阵子 你会因着 摩北撒旦的撕探 在地路这个宗主里面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自己知道 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自己知道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怎么做呢 就是保守你的生命自己 保守你的生命圣洁 不让它再跌下去 使你的生命再受破损 第二 我们要看 你要注意的是 饶恕的生命 大家说饶恕的生命 饶恕的生命 看圣经 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二到十十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十节 圣经这里说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和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温柔和爱心 倘若这人 以那人有先谢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这一切之外 要存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得了 对不对 在这里 保罗在对着 哥罗西的教会讲道的时候 他说 你们要像主这样 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饶恕人 这句话是主说的 主耶稣说的 然后他生命经历一样事情 他生命一生都被人家攻击 他为了信仰 为了传福音 被假遗尊害 被教会 自己的教会陷害他 被外的内忧外患 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伤害在里面 不过他写懂了一件事情 他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forgiveness 饶恕 为什么饶恕多重要 为什么圣经里面 耶稣讲一句同样的话 你们在天上的父 饶恕你们也要饶恕人 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话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并不饶恕你们 我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不能饶恕的话 他生命不能龙虎 缘在哪里呢 一个不能饶恕人 人家伤害了你 你不能饶恕人 不能饶恕人 你生命就生出一个毒瘤 叫做苦毒出来 他叫做苦毒 苦毒 那这个苦毒很厉害 他在反而生命的时候 你会生出什么 生出自卑 生出忧义 怀恨 暴殿 失去信心 邪恶 手段 自私 封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生命越来越灵感 你活在人家的眼中 活在人家的话语里面 而且一点话语你不能抵受 这个眼光你不能抵受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苦毒造成 造成你的生命破损 你做什么东西呢 因为你都失去了目标 失去了方向 当你每一只遇到 好像同样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跌倒 上帝有医治 当你心里输过 上帝有完全释放你 但是如果你抓它 就不放的话 上帝怎么释放你 所以耶稣讲那句话 你们要饶恕你 你们要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 你看 你们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 不是因为上帝不饶恕你 而是你不饶恕人 所以这个饶恕上帝对你饶恕 对你释放的能力 不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释放你 你还是活在那个痛苦当中 你活在那个失去性情的 那个情况当中 你还是自卑 你还是不能突破你的生命 你没有信心 你怎么做得起所有的工作呢 你怎么要活血起来呢 我问你一句话 你会答我 伤害人的人 伤害人的人比较痛苦 还是被伤害的人比较痛苦 伤害人的人比较痛苦吗 对吗 再问你一句话 再问你一句话 饶恕人的人 比较难吗 还是被饶恕的人比较难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是 饶恕人的人比较难 比较困难对不对 我再问你 饶恕人 被伤害的人比较痛苦呢 还是 伤害人的人比较痛苦 被伤害的人比较痛苦 那 然后你怎么样解决这个痛苦呢 我会 把他杀掉 我告诉你 伤害人的人 他从来不会痛苦呢 他也不知道他伤害你的 他到现在 伤害你的总是 总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 然后你被伤害的人当然很痛苦 如果你因这道伤害继续蒙受这个痛苦的话 我告诉你 他很好 你很糟糕 你虽然信耶稣 你也很糟糕 明白吗 所以你怎么样得到释放 有一天你真的靠主 来原谅他 那时候上天的能力就进入了圣灵里面的意志 让你完全被释放 那我问你 饶恕这件事情容易吗 饶恕这件事情容易吗 不容易的 对不对 人家说forgive and forget 可以吗 我告诉你 forgive and forget 这是一个骗话来的 可以forgive 但是不能forget 因为我的头脑像memory这样子啊 如果你玩电脑 那是电脑 电脑你可以delive掉 头脑不能delive掉 那怎么delive掉 那个阴影啊 那个受伤的那个picture 就是那个照片啊 那个感觉还在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一样事情 你怎么样做到饶恕呢 有一样事情上天会帮助 怎么做呢 当一个人伤害我 每一次呢我想到他 我就很难过 我想到他就很痛苦 我想到他就很怀恨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的心里面的 最挣扎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做这样子 当你这件事情勾起你的记忆的时候 你开始要怀恨 要辛苦的时候 要难过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我告诉你 大家说 饶恕是一种选择来的 饶恕是一种选择 你可以选择 饶恕他 怎样子做呢 你心里面空洞鼓起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 记忆起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祷告 你说绝书啊 我已经决定老是他 我靠着你的能力 我是帮他 我靠着你的能力 我放了他 我不再想 不再怀恨他 我原谅他 那这种的决定 当你下了这个决定过后 你会发觉你的那个情绪波动 退下 当然我不告诉你 经过一次祷告过后 你一下子就成功 后天上天后就成功 那是渐进行的 上帝逃到你的生命 是一步一步逃到 不断的逃到 使你不断的改变 有一天你会发觉 你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啊 哎 你长期这样子做 你看到我脸的时候 哎 怎么我会神经他的 我不再偷看他了 以前我看到他的时候 哇我真的咬牙切齿了 心里面那个伤痛 我刀刀刀这样子吃的 现在我看到他了 哎 我不再怀恨他了 你再继续这样子来决定 选择去饶恕他 你会发觉到你不单止 会饶恕他 而且你会对他感恩 什么感恩 就是让你有这个经历 你再这样子继续的 饶恕选择 饶恕下去的时候 你发觉到你不只为他 会为他感恩 你而且会为他祝福 你会为他祝福 就好像 耶圣经所说的 你要祝福你的敌人 为他祝福 那叫我姐妹 你会牧师到牧师啊 这样子的事情可能发生呢 我告诉你很多属灵的人做到 如果你是属灵的人 你一定做得到 看这个人 这个人叫Fanny Crossby 他是一个虾子来的 但是他不是天生虾子来的 他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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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霸二一年 Fanny Crossby 一霸二一年 OK 然后这个人呢 是在 眼睛发炎 眼睛发炎 他是一个作家 是一个作家 他懂得玩乐器 眼睛发炎呢 去做一个手术 当时候的科技没有这么发达 然后这个医生呢 也跟医生错误的 错误的那个治疗 是他完全下了这个眼睛 而且是错误的治疗 但是这个人呢 医生呢 写了八千多首的诗歌 在整个世纪里面 他的诗歌影响 改变好多人生命 甚至创造了好多伟大的 属灵人 而传到我们出来 就是因着他的诗歌 有一首诗歌 我只会唱哪一首诗歌 很旧的诗歌 很旧的诗歌 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旧怀里 再次有主爱抚辟 心灵患灯安息 这首歌我看 他的诗歌 每一首都出默人的声 有人去问他 难道在你生命里面 没有孤独里面 你眼睛伤呢 你眼睛完全瞎的 难道你不恨医生啊 你不埋怨吗 难道你的心里面 没有一点诡葬吗 他讲了一句话 听啊 如果现在我能够遇见他 就是他的医生 我会一再为他让我示灵 而向他致谢 如果再让我遇到这个医生的话 我还是感谢他 是我示灵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示灵了 他经历上帝的恩典更多 因为他示灵了 他对上帝属灵的认识 属灵的经历更加丰盛 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 就是他经历了上帝的那个淘灶 上帝的安慰 使他能够写出整八千多首的诗歌 他的诗歌 改变了好多好多人的生命 好多好多人给他见证 建立他的生命 这个回报这个甘甜 是从他世灵开始的 因此呢 他已经得胜了 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向着他的敌人 做他的眼睛 是灵的那个医生了 谢谢 为什么呢 他成功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原谅 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有苦涂在你里面 你恨一个人 你不会很好过 你会很辛苦 那个被你恨的很不辛苦的 反而你去幸福 上帝的一定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要触摸你 我要改变你 给你灵安 甚至注入 但是你领受不到 人在哪里呢 你就卡在那边 那一个人呢 那件事情 遮开出你的心 使你不能走进一步 清静 你生命就得 你生命看见不了 所以每每有一个情况 你会发作 每每有一个情况 你的生命里面有一股黑暗 涌陷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就开始很多很多不义的事情就发生了 或者你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要做得成功的时候 要做得成功 差不多要走进一个 一个另外一个 一步的时候 突然间被背部 退窃 怕 那这个怕从哪里来 我告诉你 从里面的苦度来的 就是那个阴影 你不能踏过去 你不能踏过去 各位姐妹 今天你要成功吗 学习释放 release 释放那些害你的人 释放那些讲过的坏话的人 释放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后面堵了几个人 释放那些 一生能成为你的敌人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大家说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真的上帝要祝福你 你需要上帝的祝福 你才能够成功 蒙福 释放功倍 靠主得胜 但是主耶稣的能力 不能临到你的生命里面 也因为有一样东西堵住你的生命 就是没有人 那一件事 是你一而再 再而上的 不断的在那边卡住 也很好 今天你要听过吗 放很重要 释放那一些对不起你的人 他说如果你能够得得胜这一关的话 你会看到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 你的心情开始不一样 你的情绪开始不一样 你的自信心开始坚强起来 你开始整个生命里面得到那股喜乐又流出来 但是我必须交代你 不是一下子的 不要扯望一下子 而是从今天开始 不是一下子 是从今天开始 你放他 饶恕他 神主为何祷告 决定 原来他 因为生命不足够 好不好 最后来 大家来看 你要注意属灵生命 大家说属灵生命 属灵生命 看到的经文 最多前书 第二章十二戒到十六戒 第二章十二戒到十六戒 圣经这里说 我们所领受的分布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自由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原意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原意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 然而属血气的人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 我再对一次啊 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宜作 并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 就是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 属灵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那这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只有属灵的人 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 因为属灵的事情 就是改变你的事情 大家说改变你的事情 改变你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 突破你的生命的事情 大家说突破你生命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 就是祝福你的事情 大家说祝福你的事情 祝福你的事情 你的生命有很多罪恶 有很多咒诅 有很多空绑在里面 上帝一边一边一层一层的 把它解脱出来 让你从地下那边走出来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你必须明白 祂要你做的事情 这一个整个生活呢 叫做属灵生命 什么是属灵生命 很多的解释 不过我的解释 我比较喜欢一种解释 什么是属灵生命 就是 以神同行的时刻 大家说以神同行的时刻 以神同行的时刻 你以神同行你就属灵 你不以神同行你就属世界 你做邪恶的事情你就属 很简单 当你以主同行的时候 你想主的事情 你做主的事情 你决定跟随主 然后上帝会化你 所有一切 你愿意 愿意 付代价你就跟随 上帝的脚步 每一步 耶稣的脚步每一步 你就跟着走 上帝想的东西 主耶稣的想的东西 你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主的东西 叫属灵 那什么是属灵的 那个生命呢 属灵生命不是一个 一个Tone在呢 属灵生命呢 是一个 一个生命活来的 你活着就有生命 对不对 我死了就没有生命了 所以你活着的每一天 就是你每一天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属灵生命也是每一天 以主同行的时刻 所以上帝会带领你 带领你每一步 所以这个生命很重要 你要 以主同行 他们说上帝带领你 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教导 不一样的改变 不一样的怀疑道 比如说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哎 你的祷告不够 你就祷告对了 大家会知道 你面对危机的时候 主耶稣会感动你 哎 可能什么东西使你危机 你的那个坏的行为 不好的行为 你要除掉 你就跟着主耶稣除掉 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 你的圣经读得不够 你要更多的认识主的话语 当你跟这个话语走的时候 你生命就再一次突破 当圣灵感动你 哎 你的这个阶段 你需要奉献 你就去奉献 当你奉献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 你的生命扩展了 然后来到程度 圣灵感动你需要饶恕 所以你决定去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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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感动你 你需要离开 你需要决定离开 这个是属灵生命 你跟主同行的时刻 他所感动 他所教导的 你都知道 都认识 都跟从尊行的时候 这个属灵生命 不断的成长的时候 也是你的生命突破的时候 你的生命突破的时候 你的生命突破的时候 兄弟们 今天 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不能靠着自己的过活 那些人 特别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明白这句话 因为你非常独献 你根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听到我问你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 明天你还会在这个世界上 很冷定 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主来过活 不只是生活 而是每一点的力 你今天走出去 你知道谁要害你吗 你知道你众主就发生在这个时刻吗 你不知道 然后你在做生意 你知道几十公斤来 你不知道 你知道这个市场怎么样 几十跌下来 你不知道 你知道连工厂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你不知道 我记得我做工厂的时候 突然跟我被叫进去office里面 那一天 我以前小的时候做OE比赛 那一天里面 那个CEO就走出来说 今天我能release你 今天就裁你 一天之内三百多个人被裁掉 我是其中一个 我被裁了 很高兴 你不要 一有钱拿 那时候我很高兴 你不知道 一天 有一天 我看到我的很英雄 酷啊 这样子啊 牛眼妹啊 为什么 他突然在彷徨 不知道做什么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 所以你需要 以主同行 当你以主同行的时候 各位姐妹 你的生命 每一天 都在主的代理底下 不断的成长 所以我说 成功 是在乎你的损生 是有错的 原因呢 当你靠着主主 我知道大路的时候 你会度过很多难关 你学习 有一个人啊 曾经这样子 这样子信念过 相信过 这个孩子从小 相信事情 我们的神 是有眼睛可以看到的 我们的神 是有耳朵可以听到的 我们的神是有手可以做事的 看着他的应许来做事情 他相信 这个人在小的时候呢 只有十个英镑去做主的工 然后 到最后 他竟然筹了五千万英镑 都放在事工里面 这个人就是拜德神 他是第一个 像中国人传统的这个人 每分钱都在中国的事工里面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信念 上面的帝 带给他 只有十块钱的时候 你知道 新加坡 有一个很出名的 它是一个前程的主义 他有教他的生意给他儿子的时候 每一个星期天都新加了 只有一个商场 星期天关了就是 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都关了 就是因为他要他的工程 去做机会 他自己要做礼拜 当然 他没有强壁 他的工程 去做机会 但是他停礼拜天 就是让他们有机会 去做自己礼拜天 他一生的原则做什么 就是礼拜天 不做工 关店 但是他成为新加坡 一个很有名 最有名的一个企业家 到今天也是 当然到今天 交代他儿子的手中 没有这样子 他今天还是开店 他起家了 他起家了 有一些人选择属灵 用属灵的方法 他们得胜 而且不只是他一个见证 有好多好多 世界上的企业家 都是选择属灵的方式 靠属得胜 他们真的得胜 为什么你不试试看 能不能每一天 早上还有开店之前 祷靠 就选择属灵的道路 能不能选择每一个店开的时候 我奉献绝出我的店 每一店所赚的十分之一 自己的 我开三十间 我就三十间自己的 十分之一 所赚的 这是属灵的方式 我选择CT店关门 还有机会 这是属灵的方式 我选择在我的店里面 不卖香烟 或者不卖 不卖这个 这个属灵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要求你跟我做 但是我给你一些建议 你能不能选择属灵的方式 兄姐妹 我告诉你 很多人 选择属灵的方式 他成功 你如果愿意尝试 我也相信 你会成功 因为 我有很多见证 那对不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成功 你要注意自己的事情 第一 圣经节的生命 第二 饶恕的生命 帖子 付出货图 今天